大家好,今天是7月的25号 我现在是站在圣巴巴拉市中间的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是他们的狗狗公园 他们这个城市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图上看 它有好几个狗狗海滩 还有好几个狗狗公园 这名这个城市的人比较热爱宠物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圣巴巴拉这个地方我们以前就来过 它这个城市中心呢 是一些西班牙风格的一些建筑 刚才我们开车又在那个附近转了一转 下去走了一走 因为也比较早吧 另外那个地方就是卖这个旅游经典品的 跟那个一些特色餐厅 那么我们就在那就是又逛了一下 就回来了 然后别的它附近有一个传交式的点 那个我们以前去过 那么现在去呢 因为我们带着两条狗呢 就是进去不太方便 也就不去了 昨天我们去了离圣巴巴了 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那个丹麦小镇 那个地方确实是挺不错的 我们到那的时候呢 大概是个四点钟左右吧 那还是欧洲传统那种建筑 就是那种北欧风格的丹麦那种的 人挺多的 都是游客在那转悠吧 我们去的那间呢 刚好是没有饭点 就是找不见这个吃的 哎呀 把我又饿得不行 那个时间点呢 就是午饭跟这个晚饭之间 要等晚饭呢 还能再等 中午没吃饭 就饿得不行 然后就搜附近的麦当劳 然后一搜呢 搜到了一个离这个地方呢 大概是一个 十分钟车程那个地方 然后一看就开出那个城了 然后一到那个地方呢 那是一个帽 哎呀 就感觉到了美国 整个这个跟丹麦小镇的情况是不一样 就是整个那个商业呀 都围绕着那个停车场 一看就是非常美国化 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什么麦当劳 有那个杰克餐厅 还有那个熊猫餐厅吧 我们就到熊猫餐厅呢 去要了两份饭 吃了一下 实际熊猫餐厅那个口味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像有的中国人说的 那个熊猫餐厅不行 它只不过跟最好的比不行 但是比大多数那个华人 做的不行的餐厅啊 那样好得太多 那个口味呢 就是稍微有点偏美国口味 实际还挺好的 然后昨天我们有一个意外发现啊 在这个圣巴巴拉跟这个丹麦小镇之间的 有一个湖 然后我们开心去看了 那个湖非常大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地 里面就是游坑也比较多 它是那种户外的营地啊 里面有房车营地 有帐篷营地 还有这个散客呀 在那个地方啊 打了很多帐篷 停了很多房车 那么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挺好的 就在那呀 又定了两天 就是明天早上 我们将会从这个营地出发 到那个湖边再去住两天 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的旅行 那么今天这个实际部分呢 那么我们还是来谈郑州这个事情啊 因为现在这个郑州这个事情啊 信息是比较混乱的 就是大陆的官媒跟这个一些自媒体人的这个声音啊 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五毛粉红 包括中共的官媒 那都是一片赞扬神 而且呢 就是公布的这些数据呀 都是让人点眼镜 那么这些海外媒体呢 就是讲的一些东西呢 又是比较害怕 比较唬人 就是让人看见 就是非常灾难的一个事情 包括这个遇难人的这个数字啊 就是这两个呢 千差万别 那么到底是多少呢 因为现在啊 没有办法出真相 因为没有人去清点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说啊 这个都非常简单 你比方说 你把那个地铁吧 你就把地铁里头的监控 硬盘拿出来一砍 啥都有嘛 对不对 那个隧道更是那样的 不光是你隧道里面的监控 就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你随便找几个把那个信息不都看清楚了吗 为什么不这样弄呢 还拿军队把那个隧道封起来 那你怕啥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疑问太多了 另外让人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呢 就是郑州这边的官方呀 发布了这个数据吧 他们的这个城市管理局的一个发言人说了 这个军港隧道的水呢 已经清完了 现在正在清淤 现在一共拖出来这个被淹车辆呢 265辆 然后呢 死亡人数呢 是4个 大家听清楚了啊 就是淹的车辆呢 只有265辆 死亡的人呢 只有4个 你说这个数字谁相信呢 对不对 所以 中共你搞的这些事情啊 你就是骗老百姓 实际现在啊 我相信 就是国内的五毛粉红 他也相信 不可能只是4个人遇难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到底是多少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不对 这次灾情肯定是有人遇难 是多少呢 老百姓需要真相呀 到底是多少 我们光看在抖音上 失踪人口寻找的信息 光是这几天呢 就有多少 所以说 你搞那种骗人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 只能降低你的公信力 然后现在呢 地铁五号线的这个遇难的人数呢 也公布了 就是说呀 是遇难了12个人 这里头呢 有9个人的信息呢 已经公布出来了 这9个人呢 都是女性 我就是有点想不通呀 那为什么男性的那三个人没有信息呢 怎么只是公布了女性的信息呢 这个也确实让人比较产生疑惑啊 另外从这个官媒的报道来说 在这个救人的过程中呀 男士都是让女人先走 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呀 都是这些男人们呀 像这些女人跟这个小孩呀 老人呀 伸出了援助之手 那么为什么 从这个死亡的人数看 12个死亡的人数 就有9个是女性呢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在这个危难的时候 有没有大老爷们站出来 保护这个女性呢 从这个数字上看 大家去想吧 这个是我心里头的一个疑惑啊 所以呢 就是中国这个事情呢 实际很简单的事情 这些人 他已经是遇难了 你说不说 他们已经遇难了 那么你把它讲清楚了 是不是老百姓还能体调你这个政府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肠子掖着 确实是啊 让人觉得这个事情 就不是天灾 就是你中共搞成的 对不对 如果不是你中共这样的一套僵化的体制 把老百姓的生命不当生命 这些事情能到这个程度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事啊 就是这样吧 也没有办法 昨天啊 在这个郑州啊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郑州的义和团啊 围攻一个外国记者 这个可能一些人都看到了啊 这个记者呢 是德国之声的一个记者 他跟他的一个助手呢 就是到这个郑州啊去采访 那么就遭到了这个群众的围攻吧 围攻他的人呢 这里头应该有这个政府工作人员 当然更多的是老百姓 那么人们呢 就围攻他 不让他采访 并且说呢 你要报道中国的好的 不能报道中国的坏的 就是阻挡这个德国人啊 正常的采访 所以这个事呢 就让人回想起 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的那一幕 现在啊 又开始了浮青灭阳 他们是同一波人 他们的祖先呢 是义和团 浮青灭阳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这个义和团呢 他们是浮共灭阳嘛 实际是一样的 甚至还有五毛教授说 这次郑州的大禹 是美国用的七项武器嘛 对不对 那么这种言论 跟当年的义和团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中国这种事情呢 仅仅责怪中共 也是不够的 也要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啊 他自己就不愿意去决心 他自甘堕落 对不对 他自愿去当那个五毛 自愿去当那个义和团 这也是中国的现状 对不对 他们自己生活在麻木中 他们不愿意去被人拯救 不愿意去清醒 这就是现在中国苦难的根源嘛 那么在这次的灾情中呢 可能还有更多这种愚昧的事情发生 本来这个新闻是自由的 你不但自己不要新闻自由 而且你却阻止别人的新闻自由 那么你说这些媒体把这个河南的真相爆出来 对你们有什么坏处呢 只会对你们有好处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们不愿意要好处呀 河南人民也许早已经忘了 1942年黄河绝口 正是因为由美国记者拍摄的那些狗吃人的照片 才让蒋介石开始了对河南的救灾 他们早都忘了 那么现在这帮人 是不是跟以前那帮人是一样的愚昧呢 他们现在就是要服供灭羊嘛 这就是一群受灾的人 现在呢就是说呀 很多地方呢 在这个河南地区呢 展开了这个救灾行动 人们想象的那个救灾呀 可能就是那个电视上的啊 大型的车队 然后这个援助的这个解放军 各个吃愿者队伍 然后在那大的帐篷 给栽民有很好的救灾食物 很好的保障 那么现在一些人传出来的真实画面 是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有那样的作秀的地方 但是更多的是啥呢 就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 老百姓扶老携用 往高的地方逃难 跑步逃难 然后在郑州市呢 就是老百姓呢 排着队啊 拿着这个碗啊 去领粥喝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救灾方式 是不是跟那个 我们以前看到那个 国民党统治时期 黄河发水灾以后 也是这种救灾方式 对不对 这个跟我们在电视里头 看到的这种救灾呀 是完全不同的呀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所以你宣扬的这个中共制度的先进性 先进性在哪呢 在一个灾难面前 这些东西不都被戳穿了吗 这几天啊 我虽然在旅游 但是这些河南这些信息呢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刺痛的 我希望人们通过这一次灾情呢 能看清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希望的 不能说这个灾情过去了 大家又说是中共的领导下 岁月尽好 该吃吃该喝喝 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 对不对 把这些死亡的人呢 就当跟空气一样 这种灾难我们不能再重复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 非典已经搞过一次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郑州甚至河南的某些地区呢 这个事情又重演了一遍 难道说中国人就没有一点记性吗 昨天还有一些消息呢 让我看到了以后呢 确实啊 很生气吧 因为我也是做这个自媒体的啊 我看到现在有人爆出来呢 就说是河南地区呀 有些网红在这个水边呀 摆盘装灾民 卖苦求打赏 你看他们那种下作的样子 对不对 那么你们这种做法 可能会博得一些人的同情 给你打了一些赏 但是这个事情 一旦被揭露出来以后 你是全民的这个道德水准呀 就会下降 人们就会认为 这些东西呢 是不可靠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确实觉得啊 不要自己去刻意去造假 你作为自媒体呢 虽然在这个素材的辨别方面呢 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真实 但是呢 你自己不要去 刻意去在那摆拍造假 那是突破道德底线的 那么说到这呢 我给大家道一下歉 昨天我在那个视频的最后呢 加了一段那个 街上有一条鱼栅的 跳起来的画面啊 然后呢 有观众给我留言 说那个呢 可能是五毛呢 合成的 那么我呢 就仔细把那个画面 又看了一下 因为我出来以后呢 没带老花镜 就是看那个东西呢 有点模糊 自己看的时候呢 也没有去太仔细的看那个画面 然后昨天观众说了以后 我认真看了一下 那个画面有可能是合成的 在这呢 我向大家表示道歉 那么我这个以后呢 就是在引用素材这块呢 就是要更加严谨一点 我为什么把它放上去呢 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啊 有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人呢 就是老百姓 拿着这个操网 在那个洪水里头捞鱼 可以说那个水里面啊 沾满了人 在那里捞水库里头 跑出来的鱼 所以我想呢 有鱼呢 顺着这个水啊 冲到这个城里头 也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这次呢 有点老眼昏花 弄得不太严谨 那么以后呢 我会注意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样啊 明天呢 我们将会在湖边 那个地方呢 我就会去钓钓鱼吧 然后主要是在那休闲一下 如果有好的这个题材呢 我在那再给大家录制节目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